望向邊側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鎮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望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晒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講一下這個人道 人道是甚麼事呢? 印度作為中國的替代國 因為西方經常說 就是China plus 就是中國加 這個加就是指印度 印度一般都是廢話事才 如果踩到它的利益 它絕對不會任何手下留情 因為你知道它們的錢很難賺 它亦會用盡一切方法 去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 這個正常每個國家都是這樣 原來 印度電力部兼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部部長 聖哥新格 他就很生氣 他就說 你們細放真是很虛偽 現在 美國和歐盟 打算通過巨額補貼的政策 為本國可再生能源 產業 提供資金保護 這種保護行為 阻礙新興國家的利益 包括印度 因此令新興國家的能源轉型變得困難 星哥 他就說 在美國的削減通脹法案 還有歐盟的 六卿補貼 現在他們的政策 越來越強硬 我們看到 現在 他們充滿保護主義 是 說得對 但是 其實印度 我覺得是半斤八兩而已 當然 歐盟 是 歐美都是 保護主義 但是印度也不容易入到市場 他就說 發達國家 向世界其他地區 宣傳自由貿易的重要性 但是現在 他們自己又開始為貿易設置障礙 這個不是過渡措施 而是確保其他人沒辦法參加競爭 其實 在環保問題上 印度這位部長 就說 法達國家很虚偽 他們鼓吹吐泰煤炭 但是很少是說石油和天然氣 他就說 煤炭 是印度能源的主要內源 我們的國家現在發展 我們 不會在發展所需的能源供應方面 作出任何妥協 你們不能說 不可以跟我們說 停止我們用煤 我們一定要繼續用 我們 會繼續用天然氣 當然煤是比較多的 因為便宜一點 他也批評 美國以及歐盟 國家未能履行2009年一項承諾 是沒有做到 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金的 氣候融資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其實之前 很多的政要都說 你這樣搞不行 說謊 說謊 會不會 令西方的形象受到損害 是有但他們都不理 在2009年 丹麥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 發達國家曾經承諾 到2020年 每年 會提供1000億美金的 資金支持 但是 這個承諾 從來都沒有兌現過 真的 唉 印度制定了一項 紅心勃勃的能源轉型計劃 目標就是 在2030年 將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提升到 500千瓦市 不好意思 是500千 兆瓦 因為讀的比較難英文轉譯 根據印度政府數據 截止到 上個月 印度可 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壯機量 已經突破 160千兆瓦 印度 還希望將 煤發電量 從70% 降到50%左右 七成到五成都是件好事的有進步 為了保護本國的可再生能源產業 莫迪近年出台一系列激進的措施 為 綠色氫氣等等的產業提供補貼 另外一個最激進的就是 對 對光伏板組件 徵收 超級高的進口關稅 跟 美國 出台的削減通脹法案相比 印度的保護政策 其實是微不足 事實上 你說美國 怎樣也好 真金白銀 真金白銀 捧出來 一定是要撐起這支能源轉型的大旗 然後又吸引一些 在歐洲的企業過去那邊設廠 算是一舉兩得的 可以說拋磚引玉 沒錯 那麼新格呢 他就說 美國 等等釋放國家的能源政策 其實 對我們不公平 美國去年通過了這個削減通脹法案 為他們國家可再生能源產業 是提供 大約 3500億美金的補貼 還有稅收價面 和貸款 美國的補貼政策 相當於 每公斤綠色行氣 是提供3元美金的補貼 相對於印度 對不起 我們提供的補貼 每公斤都不夠1元美金 事實上美國也是捨得的 莫迪 當然即將就仿美 莫迪就估計 印度和美國可能達成一項協議 就是促進綠色行氣生產標準化 並且推動兩個國家合作 但是他強調 印度政府會盡一切努力 防止企業為了 這個很棒 可能看到歐盟糟糕了 就是防止企業 為了美國的補貼 即指印度本國的企業 將補貼最大化 而將他們的製造業移到美國 可能他看到 馮德萊現在浪費了港幣 都是我先下手為強 亦有人批評 你好像沒什麼做事 其實暫時 印度也做不到什麼 當然他們報紙也說 我們看到發達國家 竟想向穿購富裕 自由貿易很重要 但是他們 斟給補貼我們 就 設置了障礙 莫迪 進行各事訪問 他亦表示 會向 美國總統拜登提出 關於 削減通脹法案的擔憂 說我們不是為了轉型 是為了確保其他人 是可以 在法案之下 沒有損失 是很困難的 如果他真的 要走的話肯定會損失 是嗎 怎麼可能會不損失呢 除非你 不准你的企業外移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這樣就可以了 好像違反 世界貿易組織 不是,他不給國內的 哦 他是做得到的 你知道莫迪也要有自己手硬 其實 應美國總統拜登的邀請 莫迪 就會在21號 前往美國 進行正式的國事訪問 莫迪訪問的第一站是聯合國總部 當然是 聯合國總部所在地紐約 他 還會在那裏出席 莫迪會弄了幾天 將腿放在頭上 國際瑜伽截 嘩,厲害 厲害 之後他就會飛到華盛頓 飛到DC 在6月22日 接受美國總統拜登的招待 當然跟拜登很多話聊 拜登 一再鼓勵 晶片製造商和其他公司 將產能轉移到印度等地 希望 用印度去 抗中 經常說的中國 替代國 希望 抗衡 中國的影響力 用印度 令到供應鏈可以重新配置 但我們都說過 印度 很多是來自 中國的中間產品 所以即使美國政府頻頻批評 印度 是不是要買俄羅斯石油 當然 拜登依然將莫迪視為 所謂民主世界一個重要的盟友 因為他頂住中國 這個印度 由於印度始終不肯譴責俄羅斯 歐戰爭對 美印關係 發生了一些負面影響 但拜登 依然尋求加強和印度關係 被視為 抗衡中國的籌碼 華盛頓有意拉攏 想將印度變成了對抗中國的橋頭堡 因為 始終是輪郭 最近印度 都是一般 印度太熱了 原來 過去那幾天 在印度北方邦 和 比哈邦 想不到 短短三天有98人 因為太熱離開人勢 熱 熱真的很難忍 北方邦 的巴利亞院 原來有400人出現 是中暑的跡象送醫 大部份患者超過60歲 其中 有54人已經沒有了 大規的患者 湧入 亦造成 醫療資源 緊缺 甚至崩潰 變源 引渡 氣障局 就說 剛才我們說的 巴雅院 他們之前最高的溫度 是42.2度 比正常是高出4.7度 比起 巴雅院 巴雅院 其實 還有其他地方也很麻煩 大馬sir就知道 這些熱的時候 開冷氣也要流汗 都滴汗 我在家裡 你試一下 在外面曬 真是麻煩 真是麻煩 不是開玩笑的 可能變成牛肉乾 說真的 其中最熱的在哪裏呢 在巴哈 這個邦 其實 最近的日子 這幾天最強是45.1度 他們在24小時內 有44個人 因為太熱 而離開人勢 為了避免學堂中暑 他們政府甚至 在12號的時候已經宣佈 停貨 難怪新冠市唯一熱得制都停貨 其實印度 很多地方都是 40到45度之間的氣運 高溫之下 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就是 惡物的產出下降 所以雙重打擊 極端天氣 等你的極有份子 還說沒有 騙人的 誰說騙人 因為高溫 也導致印度食堂的產量 從3650萬公噸 下降到3280萬公噸 成為推動國際唐價上漲的原因之一 這個 印度知名的 Panarmus 食品供應 的這個 阿哥 他負責食品供應的 這位人兄 他就說 我們看到印度出口減少 可能會對唐價產生巨大影響 但是唐也是叫做大宗商品 又是水漲船高 印度食堂產量的下降 將對印度食堂出口量產生巨大影響 從900萬公噸 到600萬公噸左右 根據國際唐價 其實印度也有牌攪 而且還是在戰事當中 還有受到澳戰爭的影響 都是不容忽視 國際石油 產量 下降的影響 亦都是推高唐價的一個因素 這裏因為 沙地亞白和其他 石油輸出國組織宣佈 每天要減產160萬桶 之前說過 所以 現在大家都很害怕 當然你說 效應出來沒 我覺得未完全出來的負面效應 還有今年 極高溫 剛才說過 惡劣天離 和厄爾尼諾現象 導致南亞地區 面臨 各種的威脅 令國方擔心不會影響 這個整個 禁借 的 產能 或者 究竟會 當然會 那麼熱 國際唐價上升 也影響了印度的 唐價 當然是向上升 哪有可能是向下 對不對 還有一件事 有關台灣事 台灣很害怕 因為 台灣亦有進口 來自泰國印度還有巴西的食堂 其實全世界都會害怕的 沒有出來試試試 進口成本 比如集裝商 成本飆升 農民的生產成本也會增加 好像種子 還有人工 化肥 還有其他 發品 的成本也會上升 流動資金的利息也增加 截止到上星期 印度的唐價 令人 相當覺得 不行 不行 升得太多 說真的 現在這個時勢 又很難遇見誰 還有 印度 作為一個 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 其實 他肯定要為自己利益著想 因為他難聽說 吃飯的人太多 我只吃飯不是大家 大家一起吃飯 大家 要維持生計人太多 所以他就腦斥西方的虛偽 撐你 自由貿易 為何要補貼 搞到我們新開英國家很嚴重 其實這個問題 德法的領導人都問過 拜登 當然拜登 他說我們研究一下怎樣拆掉他 研究一下又如何 研究一下不代表他做 阿周 阿周研研究一下 可能也差不多選舉了 這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好